我很不高兴 也很不明白 师父 你为什么不把威力皆宜的喉咙 掐断了呢 威力皆宜恨把他杀了你 他出手凶狠 他打布莱尔的时候 也够狠的 杰西 你懂什么呀 你该知道 师父现在心里 思考着多么大的事 和威力皆宜比武的目的 是研究他的柔术 学习有用的东西 而不是为了打死他 杰西 假如今天布鲁斯 真的杀了威力皆宜 那只能达到一个目的 就是为我出了口气 往后威力皆宜的柔术大门 就彻底向我们关上了 总之我不明白 今天的比赛真是 太不过瘾了 师父 杰西 那天 当我看到 布莱尔 被威力皆宜打了的时候 我也想报仇 可是我静下心来好好一想 我们呢 也有不仗义的地方啊 今天的比武 是涉及到武德的问题 绝不能 将对手置于死地 好吧 今天要是觉得不过瘾 我就带着你们 去过一过瘾 师父 你去哪里啊 去找威力皆宜 去他的柔术馆 你去那儿干什么 他对你那么凶狠 对你那么的 不友好 你找他干什么 其实你不知道 这次他跟我比武 他已经手下留情了 只是你们看不出来 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别说那么多了 开车 就在这里停车 就在这里停车 好 您小心点啊 威力先生的柔术确实厉害 李先生谢谢你 没有让我在众人面前出丑 我知道你是手下留情 让我略占上风 我明白李先生 假如你全力以赴的话 也许我会爬不起来的 还有 最后落地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制服了我 如果你真的使了双指扣眼术 我这会儿就成了瞎子了 我明白 你不是在和我比输赢 你的目的是为了认识我 或者说为了加强你的武艺 想见识见识我的柔术 是吗 没错 是这样 我现在跟各路的武术高手比武 目的不是为了战胜谁 只是想把我的武功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希望威力大师能够帮帮我 能把柔术传给你 将是我的荣幸 谢谢 非常感谢威力大师 我会想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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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怪吧 你已经很累了 刚才我有准备回忆 希望你能多多指教 我们再来一次 你学得很快 我其实应该 再准备你 当然 当然 好极了 好极了 这事你该教我吧 我们不会不把你的绝招 交给我吧 没问题 没问题 你咱个脸 好啊 咱 你这是什么招数啊 这么厉害 这是忠不功夫 再加上一些空手刀 你想出来的 是你 太厉害了 加上 小龙 小龙 教授来了 易诺山都教授 我们见过面的 是 是 我就想知道一下 你那天跟威力皆宜 比武的时候 你为什么手下留情 我不想为了输赢 而失去和威力皆宜 一起来探讨柔术的机会 那可不可以给我一次 这样的机会 你不认识 您太谦虚了吧 我早就听说教授的武学造诣很厉害 却一直没有机会向您请教 过奖了 看招 果然很快 咱们再看看谁快 不认识 教授 承让了 我输得心服口服 没有 是教授 您手下留情了 我已经尽了权力了 教授 太谦虚了 这边请 请 教授 这里太简陋了 我们还是找个酒吧 不 其实 我是个喜欢清静的人 这儿不是很好吗 喝点茶 聊聊天 好 这是我最喜欢的茶 的确很好喝 李先生 其实当你和威力皆宜比武以后 我就已经知道不是你的对手了 可我还是不甘心 想和你比试一下 看来 今天的结果和我想象的 完全一样 其实 我早就听说过教授的大名 我还听说 不但你的权术非常好 而且 您还精通各种兵器 那有什么用 今天 我不还是输给你了吗 教授 您是从事理论教学的 能有这样的功夫 实在是让人敬佩 我只不过是年轻了一点 力气大一点而已 凯恩教授 我只不过是 已经跟我说过你了 你小龙不光是 学也出众 而且做人也很出众 你要创建自己的新权重 我觉得 武术必须博取百家之长 才能够发展 我接触到一些权术以后 就常常站在哲学的角度 来看待这些武术现象 如果教授说 我对武术有独到见解的话 那真是太夸奖我了 那你对武学发展有什么看法 不乐观 现在的武学越来越繁杂 越来越偏离了它的本质 简单地说 任何的武术 剑术 格斗技术 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战胜敌人 很简单 也很直接 就是说武术应该用最简单 最直接的方法 把敌人打倒 而现在的武学理论 越来越把简单的东西 变得复杂化了 也就偏离了武学的本质 你继续说 我发现 现在武术界的各个流派 互相排斥 闭门造学 我觉得这样就阻碍了 武学的发展 小龙师傅 我必须向你表示道歉 原来我对你的看法实在是太片面了 这倒没什么 我诗成永春泉的大师 叶大师 当年他就一直教导我 永春泉的秘诀绝不可外传 特别是永春泉里的庆泉 更不可以外传 对一个门派来说 或许有道理 可是 是我们武术界的人 这种相互防范 互不外传的做法 恰恰阻碍了我们各个门派的交流 也阻碍了我们武术的发展 今天 我在伊诺教授面前说得太多了 搬门弄斧了 不不不 你说得很好 那你能不能谈一谈你对美国武术界的看法 自从来到美国以后 我看到各种武术的流派 也都是在相互排斥 我原本以为 只有在中国才会这样 我听说你们中国有一种说法叫 叫 天下乌鸦一个颜色 对 其实 像威力皆宜这样的柔术高手 能够把他的柔术技巧传授给我 这样的人真是太少了 你真的认为他是在向你传授柔术 李先生 还是谈一谈你的新体系吧 我真是不怕教授您笑话 我一直有一个心愿 就是创立一个新的拳术 名字我还没有想好 它是在永春拳的基础上 融合了各门各派拳术的长处 而形成的注重实战的拳术 是这儿 是这儿 伊诺教授 布莱尔 布莱尔 您亲自来了 真高兴在这儿能见到你 没想到你会这么远跑过来 布莱尔 要是早听你的话 我早应该来拜访李先生 是 我们一起到外面找个地方坐坐 不不不 我看这样吧 今天已经很晚了 我想改日请你们 到我的家里来做客 太好了 来 伊诺教授 这边请